接下來要競標台積電囉 有誰要競標 688 688一次 709 709一次 725 725一次 725兩次 等一下等一下 我800 800一次 800兩次 800三次 成交 我競標了 台積800難道不是默嗎 台積本次有機會見到 2萬元 AM5設備股 長長長 還能追嗎 美貸狂奔 還有買點嗎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YO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凱凱 林玉凱 嘿嘿 725元 台積800元真的不是夢嗎 好像不是夢 台積本週就要見 2萬了嗎 2萬 還有喔 AI股 設備股 漲漲漲 還能追嗎 還能追嗎 好 美貸狂噴 還有買點 買點 好 對今天一開始 Coco要為我們帶來一首歌曲 欸 哪一首歌曲呢 柯木三 我負責唱好了 你負責唱嗎 因為今天台積呢 長到了19333 所以柯木三 預備 來直接來 去 電單單單 錯手了 沒有 你的節奏也錯了 沒關係 讓大家知道說 你不只會走音 你的節奏也會跑掉 欸 非常漂亮啊 從一而終 好 看一下我們今天吃什麼 我們今天吃的是雕名酸 酸菜魚 酸菜魚 就寫在這裡 還會講錯 好好好 最久排 排最久 5個小時的雕名酸菜魚 對 這我要講一下 因為那時候台北西門店剛開幕的時候 開幕當天就突破了3萬人 最久聽說已經排了5個小時才吃的到 那預告下一間是在高雄 因為現在台北台中都有 那凱哥你知道我們今天這個酸 酸菜魚排多久嗎 排多久 我才排2個鐘頭 你怎麼知道 因為你剛好跟我講 你幹嘛啊 你要講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排多久啊 2個小時 原來排2個小時 這個是從大陸過來的 對 四川嘛 四川的 我怎麼覺得都很好吃啊 對啊 其實四川的料也真的很好吃 像那個什麼 串串 我喜歡 對 調通那邊好多家串串 我去調通我就只吃串串 我不會去其他深色場所 嗯 那那個 好像越聊越黑 好 串串 孜蘭 孜蘭羊肉串 孜蘭羊肉串 還有海底撈啊 海底撈 也大陸來的美食 對 海底撈也是排很久耶 不過西門那家比較不用排喔 分享給大家 海底撈 但是那個酸菜魚好像聽說 信義區的比較不會排隊 對 因為我每次去圍攻南山 我就看到那家 好像排隊的人潮也還好 所以可以去壓信義區的那間 好 酸菜魚我也是第一次吃 但是坦白講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很好吃耶 我是認真覺得很好吃 我是不吃魚的喔 但是它這個魚完全沒刺 完全沒刺 完全沒刺 好厲害喔 而且也沒有腥味 喔 重點是也沒有腥味 然後湯也非常的夠味 夠味 真的是很夠味 對 它也不會辣 它其實也不會辣 對 檸檬的香 對 對 然後帶一點那個 什麼 魚的那種 魚露的那種 甘甜味 你還吃得出來喔 對 我覺得還不錯 好 我們今天也有美食專家來到現場 是 我們先來歡迎第一位來賓 好 歡迎何姬鼎老師 大家好 我是GD老師 我每次都想說 這個食物啊 我都很想槓揚說 如果說蛇蛇不在 好像食物的等級都開始往下了 這一次我跟妳講 真的這個是我吃過最好的 我沒有辦法再當刁民了 誰說蛇蛇不在 我一直在 誰說蛇蛇不在 誰說蛇蛇不在 怎麼又來了 喉嚨需要休息對不對 我還是有 I will watch you 好不好 我們東西還是不錯的好不好 吃這個要多少錢 這個要1700塊 因為我們是 很多人一起吃是1700 嗯 不錯吧 那禮拜三禮拜五天 一起吃所以1700喔 你現在那個哏也不錯 還蠻冷的 我沒發現 好吃嗎今天老師 而且我覺得這個真的蠻好吃的 其實我跟Coco一樣 我平常不太喜歡吃 因為我很怕骨頭 我是怕刺 對骨頭跟刺不是一樣嗎 一樣嗎 是很小耶 骨頭很粗耶 我覺得差不多啦 反正都是怕卡到喉嚨嘛對不對 然後我剛剛吃了我覺得 真的蠻好吃的 吃到我就沒有辦法再當刁民了 而且今天 他們除了這個魚好吃之外還有飲料 他們還賣飲料 我覺得真的也是蠻會賺錢的 這飲料是水果茶 我剛才也喝過了 幫大家試過了 對 他不只是魚好吃 但聞起來很甜香 然後呢 飲料喝起來也真的很好喝 真的 今天的福利車真的是沒話說 太棒了 而且順便慶祝台股上萬九啦 是的沒有錯 好 所以說主持人很重要 很重要 有好的主持人就有好的美食 對 有好的主持人就 來賓 都好都好 來 來歡迎第二位 這個主持人這樣不行 對啊 我們漏掉了咧 好 歡迎第二位來賓 蘇威元老師 哈囉大家好 好 我今天也要來品嘗一下 這個遠近馳名這個酸菜魚 對 我來吃吃看 因為 剛才 剛剛錄影之前 就 就有聽Core在講 這個魚很有名 我想說 我是骨肉寡聞嗎 我第一次聽到 我一定要吃吃看 吃起來很多人在排隊 而且他 這個 因為我剛才吃之前 我特別看一下 他有這個黑木耳 對 對身體很好 而且一般來講 黑木耳其實我不太敢吃 可是我剛剛 吃了 而且他的味道 他做的比較Q 然後這個 跟湯的味道幾乎融在一起 所以跟魚搭配起來 其實這蠻不錯的 雞哥怎麼笑那麼開心 因為 我覺得 我第一次看到主持人 明明把他吃光 對 吃完了嗎 吃完了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主持人 我真的很想換掉你 你在主持人 你在吃東西幹嘛 我讓來明明把揮啊 吃光了 你不要誇張 吃光了 太誇張了啦 你可以認真主持嗎 沒有 可是證明了這真的是好吃 因為其實平常 像我不是很喜歡吃東西的人 但是 你平常沒有說服力啊 你講這句話沒有說服力啊 沒有說服力啊 吃光東西在你 你都是很好吃的 你是咧 可以認真一點嗎 這真的是太好吃了 忍不住就一口接 不是啊 你都沒在主持人要幹什麼 要你做什麼 好 來 給你歡迎第三位 第三位來賓 我們歡迎那個 來來 維蕾老師 主持人好大家好 美心專家 我剛剛還沒有坐在位置上 光是打開這個所謂酸菜魚的蓋子 哇 那個香味就是溢滿了整個攝影棚 對 對 OK 然後這個我剛剛看一下 它這魚片真的切得剛剛好 每一片都切得這樣薄薄的 是不是不錯 對 非常好 而且它的這個配菜 這個蘿蔔 你看 還可以透光耶 哇 哇 還可以透光 這刀工真的是不錯 刀工厲害 對 可能是用七星刀切的 傳說中的竹菌啊 對 七星刀 七星刀真的有賣耶 真的還假的 我就是本來真的有看到 背在身上 我本來擔心它會很辣 結果吃起來不會 對 因為為了大家不吃辣的 沒錯 因為我們有貼心的主持人 就是可愛的我 因為我知道很多老師其實不太吃辣的 所以今天特別點的是番茄口味的 不然它原本是比較麻辣一點 會很麻 所以會需要飲料 試試看 可以再點一次麻辣了對不對 可以可以 可以試試看 那我要看一下來賓能不能接受這個辣度 聽說很麻辣 好 謝謝我們維泰老師 你自己說有沒有比台積電好喝 這兩個不能比 不能比 一個是魚一個是雞 一個是魚一個是情懷 一個是魚一個是情懷 對 接著好 好 我們直接往下走啦 好 來 威遠老師的like 小老鼠MY888 沒錯 沒有錯 還有我的啊 老師是你本人的啊 小老鼠WIN16888 好 我們手機拿直的 然後點擊我們影片的標題 老師的like也會出現 可以直接連結 可以連結就可以了 對的 好 我們來進入下一個單元 財經大頭條 財經大頭條 來 記錦老師 記錦老師 800元真的不是夢啊 我看這場夢會行嗎 也才700出你就要看到800元了 真的假的 真的啊 800元根本就不是夢啊 我想說可以接耿給你 讓你唱個夢醒十分 那我要來了嗎 好 你要來快快快 你來 你來 709T的 恭喜你 隊伍了 不會是夢醒十分啊 其實真的有機會看得到 如果台積電800塊 台股當然就2萬件啊 對啊 台股就見2萬啊 是的 債券也噴 股票也噴 那現在就是要啟動 最大的嘎空草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狀況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最新最新的國際指數的部分 國際相關的一些 比如說像 美國的製造業指數 出現了甩推 所以大家一定很緊張啊 哇 資料也衰退了 那會不會經濟下滑 那其實我個人是 覺得蠻好的 因為我認為經濟如果真的太好的話 聯準會反而不會那麼快降息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整體的經濟數據 美國2月 一年期的通膨 實際值是多少 3% 市場預期是多少 3% 完全符合市場預期 也就是說通膨已經慢慢受到控制了 在ISN的製造業指數 P&I 實際值是多少 47.8% 市場預期是多少 49.5% 49.5% 比市場預期還要來的 第一 這代表什麼意思 經濟並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好 而且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連續16個月 連續16個月都下降了 今年11月要發生什麼事情 今年11月 大選 美國大選 如果再讓經濟這樣持續下去的話 你覺得拜登還要選嗎 不用選啊 我看到最新的民調 川普甚至越來越高了 川普越來越高了 現在川普好像是贏5% 那再這樣下去的話 拜登根本就不用選了嘛 那拜登如果說要選下去 經濟是不是重中之重 那經濟要好 提早降息我認為是好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 聯準會的官員們呢 也講了一些話嘛 像 李奇蒙聯準銀行的那個總臺他就講了 未來幾個月通膨數據可能會持續的下降 但他不繼續降息 他不急啊 但是可是我們從債券的表現看起來不是這樣子喔 那另外一個 聯準會的李氏沃樂他也講了 資產啊 資產縮減啊 他的速度跟利率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是 量化緊縮其實對未來什麼 金融業的壓力看起來 也沒有那麼大的壓力啊 所以他是希望聯準會能增加短期 的債券 那聯準會要增加短期的國債 那是代表什麼意思 增加就是要買啦 是 那他一講完 我們可以看到 右上角 美國十年期公債的期貨 馬上就向上大漲了 講完馬上就漲了 所以現在是 債券也漲 股票也漲 我們可以看到 最新最新的ETF的熱錢啊 根本就灌了台灣 因為你看到債券 持續的向上 代表利率向下的機率是非常高 降級的機率就在眼前了 沒錯 就在眼前 就在這個時候 就在這個moment 你看我們的ETF 一直在發 一直在發 今年台灣的ETF規模 再增加了900多億 而且3月份還有7檔的ETF ETF啊 不是ETF ETF在上市送件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新最新的 00939統一首檔的 月配型的ETF 首日募集就已經超過100億了 太夯了吧 有夠夯的 那中性上游 中性上游的半導體ETF 一開幕 你看四天募集就超過150億了 我想問一下大家 這些ETF一直在募 那就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一直在買這些ETF 他買了這些ETF之後 這些ETF要做什麼事 進場啦 買台股啊 那也就是說現在市場 有這麼多的資金 在往台股這邊走 我們的台股 當然就是持續向上衝 我們看到今天 已經創歷史新高 最高點到 19333點 那我認為 大家 在這個階段 在這個moment 我想大家應該想說 哇 長那麼高了 應該不會再長了 要休息要QK了吧 我覺得投資人 真的不要用感覺啊 因為如果用感覺的話 我記得從11月3號 台股V型反轉開始 一路向上走到今天 你看也沒什麼休息過啊 他是一路向上的 那每一次大家都覺得 要跌了要跌了 結果他就一路向上 那現在也是一樣 所以呢 我認為大家投資不要用感覺 我們先從國際股市看的話 國際股市 道瓊指數 納薩克指數 都在創新高 是 今天的日股也是在創歷史的新高 對不對 也就是說國際股市全面性的創高 台股的走多 不是只有台股而已 沒錯 那也就是說台股後續是不悲觀的嘛 對不對 好再從資金面來看的話 剛剛跟大家講了 外資 外資持續的買超 哇 外資今天又買了 368億 三大法人都買了 買超了444億 今天中小型類股也表現得很強 是 大型股小型股全面噴出 那你說這個像是要空頭的走勢嗎 不可能 大家不要覺得高 就會往下跌了 股市真的趨勢多頭來了 它高了還會繼續向上漲 沒錯 所以我認為這個星期 菊老師 有位美女有問題想要問 老師我想要問 因為你說股市會繼續向上 那你覺得這週有沒有機會見2萬 這週見2萬有點難 強人所難嗎 你這樣有點強人所難 那老師你看我 炯炯永神的眼神 沒有我是正經800 台積電有沒有可能800 才有機會上2萬呢 這個梗 不錯嗎 算是接的還行 我給你3.5顆星 百分10顆 我覺得 我們先看趨勢是向上的 那我認為這個星期會有一些買點給大家買 第一個 星期三 ADP 就業數據要公佈 大家還記不記得 為什麼我特別講ADP 因為上個星期就是公佈了PCE之後 美股就是噴出 對吧 也就是說大家要再公佈 那個利多或者是不確定因素 或者是重要經濟數據公佈之前 先進場買進 你先進場買進 因為等到公佈之後再漲 你就來不及了 沒錯 所以星期三的P 那個ADP就業 大家要留意一下 還有星期五 有非農就業 還有那個失業率要公佈 是 那這幾個重要經濟數據公佈之前 我認為台股應該會在高檔稍微震盪一下 就衝上去 衝上去 就直接過2萬了嗎 一塊9588 一步一步來 對一步一步來 這邊 就是一個比較好的進場機會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留一下 最近如果有任何的震盪 都是值得大家留意進場的一個機會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期貨嘛 又翻多了 外資期貨也翻多了 那通通都已經偏多了 那我覺得沒什麼好講的 各方面 從國際股市面來看 都是偏多的 還有產業面AI帶動嘛 回答持續向上漲 那資金持續流入了台灣 債券也要降息了 外資的期貨也開始偏多了 那這怎麼看都是多頭 沒有悲觀的理由了嘛 對沒有悲觀 還有更重要的下面我們可以看到 哇要啟動一個軋空槽 為什麼會有軋空槽 其實在我們的法規來看啊 每年五六月都會有股東會 股東會之前兩個月法規就規定 要就是暫停融券 是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五六月要召開股東會的話 往前推兩個月 是不是就是大概在三四個月 三四月就要密集的融券回補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時程表 股東會假設 股東會是在五月十五號星期三的話 往前兩個月 是不是就到三月十五號 就要停止過戶喔 那停止過戶在之前六個交易日 就是最後融券的回補日 所以三月七號他就要最後回補了 也五月十五號的股東會 三月七號就要回補了 所以近期呢有很多公司啊 都會有回補槽 那回補的話就是要買股票啊 那我們可以看到 台股三月有沒有 有152檔 現在152檔總共有3.74萬 3.74萬張空單要回補 你說這些回補不是未來 買盤的新的動能嗎 沒有錯 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幫大家特別挑什麼 軋空行情三大指標 根據這三大指標幫大家找了一些股票 讓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第一個 融券增加嘛 融券增加的話就代表 賞戶啊在進場 放空 空單如果越多的話就代表說 未來的買盤是不是越來越多 沒錯 對啊那就是軋空嘛 再來 第二個條件 融 軟資比要高達20%以上 20%以上 軟資比越高的話就代表說 後續什麼 軋空的機率啊會越來越高 所以軟資比很重要 再來第三點什麼 法人大戶持股的增加 代表說籌碼正要從哪裡 從閃戶流向大戶 閃戶流向大戶 那籌碼不是越來越穩定嗎 因為閃戶通常來講很容易就是追高 賺個便當錢 賺個買菜錢 馬上就跑了 那大戶通常呢他們會報比較久一點點 籌碼就會比較穩定 就不會這樣亂動亂動亂動 然後造成股量大漲大跌 那也就是說有這三個條件的股票的話 會比較值得在大家在上萬九這個時間點 值得大家留意 因為要啟動最大的軋空槽嘛 那我們來整理一下有哪一些股票 這六檔股票就是這個 距林老師幫我們整理出來的 大家可以螢幕截圖啊 直接截圖一下 你看華城 金像電 雅力 聲威能源 照麗還有齊鴻 我們可以看到 卷資比最高有多少 華城有61%耶 61%有高高 好金像電 51% 雅力也有34% 再來 螢券 最近啊 餘額有多少 這邊 以華城為例的話 還有1874張 這邊金像電我們可以看到有2422張 雅力有3786張 那除了螢券增加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籌碼面的變化的話 外資法人有積極買超 包含像華城 外資買了500張 是 華城已經漲到可以說是添上去了 沒錯 可是外資還在買耶 還在買啊 對還在買 在金像電的部分外資也持續的買超 雅力的部分 也是一樣400張大戶持續的增持 那包含的比如說像摺疊機的啊 摺疊機的照例 照例的部分表現也非常好 還有其紅的部分 從那個散熱的需求來看 AI帶動的散熱的需求是持續的增加 外資也是持續的買超 買超多少 4393張 是 買了非常多 所以這幾檔股票我認為 在這一現階段上了萬九之後 大家都可以去留意 那我今天特別就挑了就是兩檔 給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 第一檔是雅力 雅力我們都知道 雅力三大 雅力不大 雅力雅力不大 三不大 因為雅力的部分我們都知道 4月應該就是要漲電價 選舉都選完了 該漲的就要漲 好那重電股的部分 因為呢 老師我插個話啦 雅力三大我都幫你講好台詞 雅力所有三大法人要進場 三大法人 對 這就是三大一筆嗎 只有你懂 是不是 我們之前就講過了 所以你可能沒有每期看 喔 我們想過 現在我們一起有看 好不好 我們快想好了 雅力三大 雅力原來有 有沒有三大法人 這個我們要再來看看 我以為他要跟我講說壓力很大 是嗎 壓力很大 壓力三大 對啊 一直創新高 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明明就沒有壓力 你要呼喊提醒我 對不起 我不懂你的梗 對 只有嘴嘴等我的梗 趕快回來 好 那雅力的部分他重電股嘛 那因為台 4月要漲電價 那他就很有機會 會跟著持續的向上漲 再來除了台電的那個電網計畫之外 他在半導體那邊佈局也蠻深的 是 半導體你看台積電 現在在熊本那邊開二廠 對 德國那邊也要建廠 還有 美國那邊也要建廠 那 台積電要去建廠 你說那半導體相關股票 周邊的上游啊供應鏈 你說要不要去建廠 要去建廠啊 那他們都去建廠的話 對於電力系統的需求當然是很大 那現在目前來講 他們在手訂單 就已經有超過100年了 訂單能建錄你們要說 現在是幾年 2024 他訂單能建錄說 看到2026 看到2026了耶 1月0的時候 成長年增了22% 所以基本面表現得非常好 我們看技術面的話 技術面它是持續的再創新高 那有點可惜的是 因為現在KT指標已經到了相對高點 那目前來看起來的話 我們認為 他現在在高檔震盪的機率會比較大 我建議大家可以等到 KT指標稍微修正一下 他在空中正正正 比如說在112附近 震盪如果都跌不下去的時間點 我認為再進場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有沒有說KT要看到多少在進場 比較理想 我認為以這樣的強勢股的話 KT指標至少到50 到50的時候 如果說他還是沒有跌破 就比如105塊這個 就是一個支撐線的話 我認為是比較好的進場點位 因為短線上來講是有比較高一點點 不用過度去追高 對 那在下一檔齊鴻的部分 齊鴻的話因為今天 他是剛剛突破就是前高的第一根 那齊鴻大家應該非常熟悉吧 沒錯 他就是散熱模組廠 散熱模組廠 因為今年的AI伺服器需求 轉得非常高 我們看到高通在漲 輝達也在漲 那就帶動了AI伺服器相關 對於散熱模組的需求是很高的 那一月份的合併營收的話年增 101%耶 101%他是連續7個月持續的再創新高 所以他基本面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技術面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邊有沒有 我之前有教大家 剛剛以剛才的威力嘛 剛才亞歷我不是說大概到50嗎 他是KT指標到了50之後 有沒有就是在高檔震盪 有沒有同樣的例子啊 是對不對 對好所以他在高檔震盪這邊 今天剛突破前高第一根 對 那今天突破前高第一根之後 你看KT指標也剛剛好出現了 黃金交叉向上 是 所以我認為啊 這三天之內有機會會持續的創新高 就600件 喔600件喔 我這麼有信心 三五天之內 那當然如果三五天之內 如果沒有創新高的話 就代表他有一點動畫 暫時可能還是要繼續休息 大家可以去觀察 還在繼續觀察KT嗎 對對對 就是三五天之內 現在三五天之內 就要創新高 三五天沒創新高 就是可能就是他還是持續的震盪 可以逢低再找買點 好 再觀察一個禮拜左右啦 對 好我們謝謝GD老師 來 這個我們是何姬鼎老師的LINE 是的 小腦數GD1788 好 PR Code也可以直接掃起來喔 是的喔 對 這個我們的維泰兄 好像對盤面的這些股票頗有研究 你有沒有什麼這種私房的軋空股 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最近啊 其實這個軋空的題材 的確是大家會非常非常的一個關注 是 那尤其是我個人認為說 最近其實有一些就是 外資在買超 然後呢 就是這個散戶在賣超的 這種在減少的 這種如果說再搭配這個融券在網上做增加 那它的一個軋空的力道 其實就會更為這個積極 是的 對 好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謝謝維泰兄 你怎麼沒唱嘎嘎烏啦 嘎嘎 因為上次唱過了 而且詞記不起來 記不起來啦 沒有練回去 好台積電800元可以期待 2萬點更是有期待的空間喔 有 好進入到下一個單元 熱門我最貼 哇 有ETF了耶 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古智福利社呢 堪稱是全市場最專業的ETF 以及美債的節目 所以我們現在呢 前面的兩檔股票 會專門幫大家來解析這個 ETF或者是美債 相關這些重點喔 也就是說 除了245人交學單元會有ETF之外呢 現在熱門我最貼也看得到 135都有喔 耶 12345都有喔 是的 好那00929跟00687B 基因老師怎麼看 來我們看一下00929的話 00929我們看ETF通常來講 都是跟指數向上正關係的 以今天來看 今天0050表現是比較好 今天0050為什麼表現得特別好 因為他手上有一半左右都是台積電 台積電了 那今天幾乎都是漲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就漲了5%左右 那當然0050表現就比較好 那台積電不可能每天漲嘛 所以說大家要看ETF的話 成分股就是最重要的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00929它最大成分股是哪一檔 AI股 聯發科 對不對 聯發科 欸怎麼你在笑 差點跌倒 AI股聯發科 他確實最大持股是聯發科沒錯啊 好我們可以看到聯發科的部分 今天也是收紅漲了4%左右 跟著台股一起向上 那今天一樣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現在在空中震盪 今天收紅我覺得這幾天是有機會持續的 向上再創新高 那再加上富華 那個科技優息這一檔00929 他其他成分股 比如說像是群光啊 還有力程啊 還有晶圓電 其實今天都表現得不錯 以群光來看喔 今天也是剛剛佔上了200塊這個關卡 好所以群光也佔上關卡 就是200塊的話 我認為群光短線啊 持續向上噴出的機率也是蠻高的 所以在成分股的帶動之下 我認為00929 短線上是蠻有機會持續的向上漲的 所以我認為 如果手上有00929的可以持續的續爆 有的要續爆喔 可能會再創新高喔 那如果要吃00929的豆腐 我們就買前三大他的成分股也可以 也可以啊 所以我覺得00929大家可以續爆 但他沒有辦法長得像個股一樣 什麼漲停漲不停 他比較不可能 可能3%5%或者是這樣漲上去 也不錯啦 求穩的就買ETF 求穩的就買ETF 再來就是國泰20年的美債00687B 那其實看美債的話 我認為最重要還是看 FED到底什麼時候要降息啊 等到他們宣布降息了 其實就是噴出 那就像我剛剛跟大家分享一樣 等到真的降息了噴出了 你再去追 來不及了 太來不及了 好我認為這星期三 就像我剛剛講的 這星期三有ADP的就業數據 還有星期五有非農就業數據 在這之前呢 我認為債券會在這邊稍微震盪一下 他們如果震盪跌不太下去 一瞬間假設這星期三星期四 包爾不是有那個在國會的聽證會 如果釋放出一些可能5月6月降息的訊息的話 美債就大噴 那美債大噴的話 這一檔ETF在台灣來講 算是量能比較大的 比較好進好出的 所以我認為這一檔 那個ETF不是股票 這一檔ETF就值得大家留意 好我補充一下 其實這一檔可以跟00679B 我們來做一下比較 那他現在的漲幅是比起00679B 來得更大 那也就是說市場對這一檔的關注度 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認為如果要挑的話 我建議大家可以挑國泰20年美債00687B 這檔股票 這檔ETF債券的 我認為是比較好一點 喔謝謝徐老師 不然一般人不會留意到 想說都是美債 對 可是其實活潑度差很多 對活潑度還是有差的 要挑就挑國泰的 要挑科目三的就找他 真的丟我 好我們看接下來 波羅威以及立成 好來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我今天選了兩檔 一檔是波羅威一檔是立成 這兩檔其實都是AI的股票 那原則上使用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範圍比較不一樣 波羅威是比較偏向光通訊這一塊 那其實前一陣子 在上個禮拜 光通訊的個股表現都是算很強勁 那波羅威比較算是後面才漲 有點落後補漲的意味 可是我覺得 從基本面的角度上面來看的話 波羅威的獲利算是 光通訊裡面相當好 他去年賺了5.63 所以他的本益比大概20出頭倍而已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他前面先創了一個新高 三根黑K回檔過後 那今天呢 長了一個紅K棒 我覺得形態上面 算是一個比較不錯 接下來如果在量能能夠補上去的話 應該有挑戰前高的實力 這個是波羅威 那另外我們再看一下 歷程 歷程的部分的話 今天這個形態就更漂亮了 那他是突破了一個 橫盤的整理前高的一個部分 那主要是針對所謂的高頻寬記憶體 HBM的部分 那以及呢最近這個Wi-Fi7都比較行 所以他剛好是搭上了雙題材 我覺得最近股票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不能只有單一個題材 他可能要雙劍合幣 要兩個題材 他又有Wi-Fi7 又有所謂的HBM 兩邊都合起來的話 雖然他的股性 稍微牛一點點 所以這檔個股不見得說 看完我們節目 我知道 這個觀眾都對我們節目很熱愛 是 看到很熱門燒電 不要齁 這一檔個股他比較牛一點點 我覺得可以等他這個紅K稍微 隔幾天稍微 如果回落到這個缺口附近 大概這個今天的開盤點附近 就等他稍微回檔一下 再做買進 量說再做買進 應該會是一個安全又漂亮的買點 好 股票有 或者說我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歷程我這樣看 其實他是沿著月線往上攻 還是說我們可不可以等他 比如說拉回 拉回到月線附近 或者說橫盤整理 月線也會往上帶 那這個時間你再去切入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對 凱哥講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有時候怕他不拉回 怕他不拉回 也是有可能 就是可以多量 可能你的資金可能 針對歷程這檔個股 你可能分為兩塊 就是稍微回檔到 稍微回檔就先做切入 那另外一部分就有比 真的回到月線 那這個地方再做買進 應該會更漂亮 那你的成本就可以壓得更低 獲利就有機會更好 好 謝謝維遠老師 老師剛剛說現在股票呢 漲得都是雙題材 你知道連主持人也要會雙題材嗎 像我會唱歌會跳舞的主持人 真的不多了 蛤 突然沒聲音 你把場面搞冷了 真的是不多了 你很不會接耶 你會主持又有勇氣 以前的主持人不會接啊 是 我還是讓以前主持人趕快回來 趕快回來啦 好 新日新跟立基 一檔漲停一檔跌停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呢 好 今天這個新日新就出現了一個漲停 那麼當然我想說 有短線上面的一個原因 也有這個中長線的一個趨勢發展 首先 今天3月4號跟明天3月5號 基本上新日新都有參加法人說明會 3月4號今天是花旗 明天是原賦 那麼這個法人說明會到底要談什麼呢 我相信法人現在最關心的就是 到底今年能不能夠會有 所謂的折疊式手機軸程的一個訂單 是 那因為呢這個富士達 那他的股價也因為這個折疊手機的軸程 然後股價漲很多 所以大家預期呢 如果說新日新 他在這個所謂折疊式手機的訂單有著落的話 有可能他會 股價上面會往上再去做一個比價 好 那麼除此之外呢 他最近也釋放出來 即將要去進行這個憲徵 跟這個發行CP可轉載的一個籌資計畫 所以在這個有籌資計畫在背後的支持之下 可能股價還有機會再往上去進行走高 好 我補充一下剛剛這個威太兄講的 因為其實新日新現在發CP 那我剛剛有聽到一個這個馬路消息 我在新生南路上聽到的 這馬路消息指出的是 好像蘋果有意要去認這個CP 所以說這是 有可能是他今天漲停的原因 有可能 就是馬路消息而已 有可能 下一檔我們看 下一檔跌停了 再來是4968的利基 他今天很不幸出現跌停 那主要原因我想這個 跟他這個短線上面的籌碼 有很大的關係 怎麼說呢 因為在前一天 這個股價漲停板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 他昨天的這個當充比例 是52.8% 超過50% 所以換句話說 他的當充比例是蠻高的 那我再去看一下他的分點 可以發現到 在這個六大分點當中 其中就有五個 是屬於隔日充的一個分點 包括像富邦 元富元大 統一還有富邦加益等等 所以可能這些的一個分點 在前一天去做買進之後 讓他們在今天 因為他是隔日充碼 所以就把這個 前一天所買進的這些股票 在今天去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所以導致今天呢 在整個這個股價的一個 壓力上是比較重的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外資 一個美系外資呢 發出一個所謂 調降平等的一個投資報告 把他的原本的平等呢 從中立降頻到這個減碼 那這個也是導致他 在今天股價 出現壓力三大的一個表現原因 是壓力三大又來了 真的用那個哏啊 我就說嘛 壓力大家都會覺得是三大 就覺得上面是有壓力了 先把東西吃下去再說話 太氣憤了 剛剛那是壓力 壓力 壓力三大 那是壓力 好啊 今天就黑黑 不一樣 不一樣 好 那這個立即的部分 也請大家多加留意了 是的 好 進入到下一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請威元老師 威元老師 好 來 我來了 好 今天要跟各位講的 重點在於回答 在於AI相關的 個股啊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在禮拜五的時候 大家如果晚上看美股 哇 很興奮啊 很high 我晚上都睡不著覺 我平常都沒來睡 都沒來睡 都沒來睡 沒開開了 那麼白啊 對 唱白了 不是連色 寫色補一下 對 因為不管是回答還是超微 這股價都是大漲 都是創新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然我們從黃仁勳的一個說法 我們看下一頁 黃仁勳他講的什麼呢 AI將贏這個爆發式的成長 好 他講了一個很重要的keyword 關鍵字是什麼 他講 通用人工智慧 AGI 最快在五年內問世 好 所以呢我們簡單來科普一下 什麼叫AGI AGI 不是AI AGI 對不對 好 這個我特別 幫大家科普一下 這個是根據OpenAI的解釋 也就是說 他能夠 所做出來的一個 東西叫做超越 人類的智慧高度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一般我們現在講的AI 就是說我們可能取代人類 假設自動駕駛 可能司機開車 那他 AI可以去取代他嘛 對 可是如果這個叫AGI 他的主要差異在哪裡 他能夠超越一般人類智慧的高度 也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藝術 或者一些 或者一些比如說 你要考律師 類似這樣子 就是說非常非常高階 他真的會 應該這樣講 他會超越人類 超越人類 對 現在的AI是取代人類嘛 對 對 取代人類 可是這個東西出來叫做超越人類 就是說他可能會像F1的賽車手那樣開車 那這樣有點可怕 有點可怕 有點可怕 就真的很像那種 大家 一開始在這個 電影會擔心那種 什麼機器人會消滅 消滅人類 那種感覺 因為他智慧已經在我們身上 對 他的程度已經超越人類的一個智慧 所以這個叫做AGI 我們稍微往上帶一下 這個地方 剛剛這個資料有寫 這個是什麼 目前的AI 他沒有辦法通過比較難的測試 比如說醫生 比如說律師 因為這個是要實戰的 要實做的 對 目前的AI其實 他根據一些測試讓他去考 其實還是沒辦法過 也就是說他目前有辦法超越人類嗎 好像有一點難度 有難度 維泰哥有這個cue我 我是幫美女問的 請問這個AGI 會不會取代這個主持人的位置呢 那是肯定有點難 他要唱歌會跳舞呢 你這樣子我就不會叮你了 是吧 回太兄來發問 你真的有進階 你比AI聰明多了 那麼沒錯啊 反應力 我覺得是不會 因為其實現在 AI人工美女大家看得出來 Coco是真實的美女 這個是大家 畫面上看到還是比較賞心悅目 AI也沒有那麼厚臉皮 沒有我是裝比較厚這樣可以嗎 好我們繼續來講 所以 當然所以黃仁勳要講到一個重點 所以現階段AI技術提升晶片的需求 其實受到限制 所以未來什麼 10年內的運算效能會提升多少 哇這數字 一百萬 驚人喔 哇很amazing 一百萬倍 哇這個將近人 如果是一般人講出來 大家覺得說 這可能在唬爛 可是這黃仁勳講的 我想這個一定是絕對有可信度的 好所以我們往下看 AI跟 AGI差在哪裡 就是說AI是我們現在 大家都在談論的人工智慧 對 AGI是通用人工智慧 因為如果說 看這個中文 有時候會覺得說好像 不太容易了解 覺得好像通用好像比較不厲害 不對喔是通用比較 AGI比較厲害 AGI比較厲害 那我們看它的一個 內建的一個參數 AI人工智慧是必要 然後呢這個 AGI是非必要 也就是說它很靈活 因為它都高規格的 是比較靈活的 那靈活度比較高 應用層面也比較高 所以其實AGI是更高規的東西 這也是 接下來有可能黃仁勳會在接下來 一些新的晶片 甚至發表會上面 都會去講到的一個內容 好 那我們再看這個 美超委 最近啊 其實我們也看到說 美超委在禮拜五 股價的表現是相當的一個驚人 這個 潘後漲了多少 12.5% 主要是因為什麼原因 納入這個S&P500的指數 這個 灰姑娘 變成天鵝 其實我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其實在 五年前 大家都不認識美超委 美超委那個時候的市值是 8億美金 8億那個時候五年前 現在五年後是500億美金 哇 那個是相當的驚人 所以代表什麼 AI整個產業上面主流 絕對是 no problem 絕對沒有問題 這個非常的明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美超委盤後 確實已經 之前大家有點擔心這個缺口 能不能夠這個 快速的回補 然後這邊 稍微回檔之後 股價又慢慢的一個站上 所以呢 多頭趨勢應該是 完全沒有問題的 有機會來過高嗎 您認為 短期內 要稍微 更多的利多刺激 可是我覺得 因為現在主要是看誰 看輝達 對 輝達跟超委 就能夠刺激AI股上漲 美超委只能夠 他現在只要維持在相對高檔 對於台股就是利多囉 對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我們美女 真的有一個發自內心的問題 是什麼呢 是的 發自內心的問題 老師因為SMCI 就是美國 就是 美超 美超委 對 組織好在講 組織好在講 反正呢 他就是我們台灣人所稱的美國偽創 那這樣子 台灣 台灣股市的偽創怎麼看勒 好 台灣股市的偽創 我覺得真的要再等到大概 五到六月 因為我跟各位講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以輝達為中心 偽創跟廣達是要跟輝達要這個晶片嘛 他們才能夠做代工嘛 可是呢 現在缺的東西是叫做COAS 就是台積電的產能 所以 為什麼我就想一件事情 黃仁勳在這個電腦展的時候啊 Computex 是找這個廣達 拍拍拍拍拍他的肩膀 給他穿皮衣啊 我說我是大哥我照顧你這種感覺 是 結果呢 他去密會誰 拜會誰 張忠謀 找誰吃飯 一定是 那個感覺不一樣嘛 我需要你幫忙 所以我去找你吃飯啊 你是我小弟我拍拍你 所以張忠謀才是背後的大哥 對 才是真正最大的關鍵 所以 這一波齁 我覺得為什麼台積電相關公鏈會這麼強 那 偽創廣達稍微比較 比較悶悶的 原因在這個地方 所以主要 等到五月份到六月份 台積電COAS才能開出來之後 廣達偽創營收 接下來灌進來的時候應該就會有機會上場 嗯 好的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好 709T的學長 這個光速退 我覺得這個時候 算是光榮 光榮 光榮 那今天 現在也不用再講什麼720T學長 我覺得那都不重要 800真的像剛剛居哥講的 我覺得是有機會 說不定 這個挑戰800 當然 就看投資人怎麼想 你想要穩健的 因為其實台積電每一次 他漲並不是盤中漲 他都是跳空漲 也就是說 他都是靠這個 美國ADR大漲說 他直接跳空大漲 所以 買台積電的話 我覺得可能就是說 等他稍微量縮整理再買 不要他跳空大漲 第一天馬上去追 又當學長 我們當下學弟會比較好一點 對 所以這個是台積電現在的一個走勢 好我們再回到赤卡上面 所以 台積電的一個個股部分的話 當然原則上就是因為這個 輝達的GTC大會在3月17號 會登場 那次長預期呢 會提前的發布H200 跟這個B100的一個相關的晶片 其實 我們簡單來看 因為他就是運用在3奈米跟4奈米 我們看下面這個 這個比較表 其實我們看 簡單來說其實3奈米當然這個產能是更高規 這個GB200 差點內成GD 要幫他打廣告 GD1788 你是看到我在吃東西故意Cue我的 為什麼不讓來賓好好吃東西呢 主持人都可以為什麼不行 你不是吃完了嗎 我還有飲料可以嗎 我還有飲料可以嗎 我還有飲料 好 這個GB好 GB200 不要比我當刁民 好 再來是B200跟B100 這都運用3奈米 就是更先進一點 那H200跟H100就是運用這個4奈米 所以規格還是有一點點的差異 好我們再往另外這邊去看 那所以呢台積電的概念股真的就狂飆 像宜特萬潤紅塑 黃塑真的要挑戰千元 金鼎跟這個加登 所以呢我們今天特別解析兩檔股票 一檔是宜特 我們來看一下 3289的這個宜特 他是這個半導體的相關檢測 那主要還是因為他有切入到先進製程 所以現在的關鍵字其實就是先進製程 沒有這四個字的股票其實很難漲啊 真的 你要先進製程 所以為什麼 乘重製程可能連電不太動啊 大概原因就在這裡 先進製程封裝 車用電子 太空元件 可是最近車電稍微 平淡一點點 可能後面再等 再等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來是他主要一個叫做 材料分析 故障分析 可靠度的一個驗證需求 這個東西其實在台股市場上面 比較少這樣的股票 他做相關的一個檢測部分 所以今天股價表現 我們從K線形態上去看的話 橫盤整理了好長一段時間 大概兩週吧 今天突破往上漲 所以呢如果明天他還能夠開高的話 對於他來說就是一個利多的刺激 因為畢竟啊 今天雖然是突破 但是沒有爆量喔 那還算安全 如果今天爆大量 那我就不建議大家再醉啦 可是他今天算是溫和的放量上漲 所以呢明天後市應該還是值得多期待喔 值得多期待喔 對這個是宜特 那我們再看3037的星星 對這檔個股 雖然最近短信上面比較回檔 因為其實他可以說是老實數啦 每一次開把說會 什麼不好的都講了 對開完開完之後就殺下來 可是他也沒講錯 他講上半年這個警細比較不明 但是下半年回溫 所以他也密碼告訴各位啦 也就是說 跌下來的時候要懂得低階囉 因為下半年會好 下半年會好那當然是 股票當然是低買才能夠高賣 對 所以當他回檔到這個季線的附近的話 因為其實他已經 已經通過這個 這個相關的一些回答 下世代高階GPU的載板認證 那16層以上的一個高階ABF載板 是領先同業50%以上耶 這個也是沒有對手啦 所以我覺得最近股價壓回來 那在這個季線附近整理的話 後續上面來看的話 投資人如果在操作部分不想追高 想要一些比較安全的投資的話 303系的信心應該還是蠻適合喔 季線附近來找個問題這樣 對 希望各位做參考囉 好 我們謝謝威元老師 好 看一下威元老師的Line 小老鼠MORE888 這個QRQ可以掃一下我們這個四寶爸 威元兄 威元兄 誰叫威哥 威哥威哥 你可以去另外一個地方帶野 哪裡歹 沒有 不好說 不好說 G哥也跟我一起去啊 G哥跟威哥 沒有 不威阿 G哥跟威哥 滿配的 其實滿配的 威G 威G 虛偽都可以啦 好 那我們謝謝幾位來賓 是的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8點上線 1350解盤影片244教學影片 再來喊一支口號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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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呼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玉凱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神 賣遊戲 賣著跳 教育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同家 二月一周 創刀鼓 閃千 開始搶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的嘴巴好厲害哦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願意加不 有機會錯過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殺地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紀律 我確實在讀我好害羞 我才能看多看空出小球 都有我跟在你左右 壞就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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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這打動 你最最高 殺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終於到終環上八點上線 凡是解凡一天 賺錢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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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毛病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爛鐵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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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